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涨到一万二 可以涨到一万三 可以涨到一万五 我告诉各位 大盘在一万点之上 其实盘头已经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对不对 这个头部越巨大 其实将来跌势也会越惊人 王良曾经在今年的6月12号 开始带会员去卖股票 对不对 我当天卖的是哪一支 我当天卖的股票叫做汉磊 那么接下汉磊跌下来之后呢 王良还带会员去放空 后来呢 汉磊他又破底 那这个盘在6月12号的时候 他在这 它很快的跌到哪里 跌到一万零五百二十三点 那现在这个大盘已经出现了五个高点的头部了 对不对 而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看到王良带会员去卖MOSAFE 看到王良带会员去卖矽金元 看到王良带会员去放空这个被动一键 所以呢 所以其实逃过了一截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些股票后来呢 都跌得相当的多 跌得相当的惨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朋友 渐渐的 渐渐的呢 认为王良讲的是对的 渐渐的开始认同了 我跟各位说 王良很感谢 所以呢 接下来 王良要增加新的节目时段 来帮助更多的投资朋友 从明天开始 从9月1号开始 王良新增节目时段 原时段呢 现在你所看到的 四点半到五点不变 那么新增的时段 是礼拜一到礼拜六 早上的七点到七点半 还有呢 礼拜六跟礼拜天 早上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从明天开始 王良新增节目时段 除了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时段之外 礼拜一到礼拜六 早上的七点到七点半 还有呢 礼拜六跟礼拜天 早上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你们都可以听到 王良为大家解盘 那么为了庆祝新节目的一个开播 我跟大家说 在今天呢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 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能够把电话拨通 你能够得到两档 王良在下个礼拜打算带会员去放空的股票 而且这两档股票呢 都属于高融资 但是呢 即将要反转的股票 都属于高融资 而且成交量呢 也开始递减了股票 请大家看下去 第一档股票 它的头部已经成型了 而当它头部成型之后 这一波的融资予额 持续的增加 对不对 那或许有人会问说 这档股票 它之前也曾经讲过 它是什么样的题材 我告诉各位 它的题材呢 跟智慧音箱有关 可是我请问你们 你真的需要智慧音箱吗 你以为智慧音箱真的卖得好吗 你真的需要对着一个机器 然后来问它 今天天气好不好 然后来告诉它说 请你帮我叫一台计程车 我问各位 你真的需要这种产品吗 我告诉各位 它的产品呢 其实卖得并不好 而且呢 公司也没有赚钱 所以当这个美梦破碎了之后 股价是会反转的 只不过 现在的一个融资呢 它还在高档 对不对 所以这代表说 将来在融资多杀多的时候 其实股价呢 它是有暴跌的空间 那么 除了这档股票之外 还有一支 我跟各位说 还有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其实它的大股东 卖得相当的多 卖得相当的勤劳 而且呢 它最近的融资余额也在增加 那么 针对这档股票 我要告诉各位 它过去几年呢 都没有赚钱 就算它今年有赚钱 其实明年 它同样也配发不出股息 为什么 你要弥补过去的一个亏损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反弹了之后呢 它就会破底 为了庆祝 王良新节目的开播 我特别准备了两档股票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把电话拨通 我跟各位说 你就能够得到 王良刚刚所告诉各位的 高融资 但是呢 成交量萎缩 接下来有可能会暴跌的股票 那么再来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盘 这个大盘 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昨天的反弹来到 11,186点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呢 开盘之后 是不是直接下去 开盘之后 跌到多少 10,987点 开盘之后 他就下来咯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反复的震荡 我问大家 是洗出越来越多的福尔 还是呢 增加越来越多套劳的筹码 其实就算大盘回到 11,000点 还有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手上的股票呢 还在赔 对不对 手上的股票也没有解套 所以我跟各位说 下个礼拜很关键 你们一定要记得 记得 我娘所告诉各位的 现在这个盘还在 11,000点之上 对不对 王良的建议呢 我认为不需要留任何的多单 你真的想要做多 当底部来的时候 我们再下去买 那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你还可以因此而赚到更多 为什么 王良要带会员去放空股票 我告诉各位 我希望 利用这个盘 它叠下来之后 我们所放空的股票叠下来之后 会员呢 能够累积资金 如果原本500万的资金 将来呢 累积到800万的 当底部来的时候 你变得有更多的钱 然后呢 去买进更便宜的 更多的股票 对不对 只要稍微涨一点点 我跟各位讲 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了 那现在大盘还在一万一千点 王良再次提醒你们 遇到危险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赶快逃命 这个盘 它不便宜 很多的股票 它也不便宜 对不对 只当是大盘的月K线 那么在过去一个礼拜 最强的股票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8月29号 跳空上涨 我给你讲 跳下去追的 跳下去买的 几乎都赔钱 为什么 因为那天 你能够买到便宜 最便宜的价格 大概也是在257 258附近 对不对 那有很多人做股票 都是怎样 本来赚 后来赔 我讲什么道理 昨天台积电涨到268 所以你去买到257 258的 本来赚 可是今天你们再看一看 台积电杀到多少 杀到254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台积电股票杀下去 那你去买257 258的 还不是赔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太急着 想要赚钱了 所以看到利多 就一窝蜂了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 最危险的是什么 不是利空 最危险的 反而是利多 对不对 每个人买股票 都有理由 如果有人这两天 因为买了台积电 而赔钱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报纸告诉你 告诉你说 格罗芳德退出7奈米 台积电大获全胜 原因在于说 报纸告诉你 台积电独霸7奈米 对不对 原因在报纸告诉你 外资罕价三字头 还有台积电的市值 要冲破7兆元 各位想看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利多 可是这些利多 有没有办法帮助 投资朋友赚钱 昨天的台积电 涨到268 我可能是全市场 唯一一个 告诉各位 我认为台积电 不值得买 甚至于 还可以放空的人 对不对 今天的台积电 台积电股票跌了没有 请大家看下去 268 跌到多少 254块钱 那你们真的觉得台积电便宜吗 如果你在看到台积电 它整个长线股价的一个走势 我跟各位说 跌积的所在 股票很贵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买 那为什么 格罗芳德 他要退出 这个7奈米的一个竞争 你们知道原因吗 我跟你说 如果市场那么大 其实没有道理要退出 对不对 可是万一景气衰退呢 如果他感受到景气在衰退 我问各位 他要再去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这么多的金钱吗 他不愿意去做 可是台积电去做 对不对 后面呢 还有5奈米 后面呢 还有3奈米 预估的投资额 我跟各位说 很有可能超过一兆新台币 对不对 你要什么时候 才有可能会回收 如果景气衰退 台积电所盖的5奈米 所盖的3奈米 有没有可能去拖垮 这个台积电 如果有 我问各位 台积电的高点 它会是在哪里 你们再看下去 格罗芳德 他为什么要放弃 先进制成的争夺战 因为他停止把大量的预算 去投入 永远无法获得回报的研发跟设备 你再看下去 这个外资的分析师 他说什么 这个杨远潮 他说 他说 照理说 如果是一个蓝海的市场 应该要怎样 大家都抢 怎么会是逐一退出 对不对 关键在哪里 要警惕半导体的成长出现放缓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看到格罗芳德退出 你要去想想看 他为什么要退出 对不对 如果警惕在衰退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就算在先进的制成取得胜利 也要去面临警惕的挑战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一段节目 王良只能够先讲到这里 下一个阶段回来 哪些股票现在在高档 王良看空 哪些股票 王良认为他是投机炒作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我认为警惕会衰退 为什么 因为全球化 现在正开始在分裂 而且中国其实也面临了 很严重的一个金融的危机 只不过现在大盘指数 还在一万一千点 对不对 只不过最近台积电还有利多 可是你们想想看 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买台积电 你真的很喜欢台积电 该在什么时候下去买 该在有利多的时候下去买吗 该在股价还原全值 创历史新高 然后接下来呢 媒体告诉大家台积电要撑罢了 就在这个时候下去买股票 你们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 今天的报纸告诉大家什么 说大摩挺台股 对不对 而且上看一万一千五百点 一万一千五百点 各位想看哦 如果是一万一千五百点 那再往上涨 不过才五百点 可是往下跌呢 你有没有想过 这空间会有多大 你在这个地方再去捞个五百点 有意义吗 还是我们要想办法 去赚到三千点 去赚到四千点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各位 现在大盘又涨上来了 我们要全面去放空投机炒作股 还有高本益比的股票 还有财报地雷股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很多人 这两天都听到呢 蛮多的分析同业 在为大家分析一档 跟苹果有关的股票 对不对 那档股票叫做GIS 几乎可以说 每个盘中连线的节目呢 都在谈GIS 很多的股票老师呢 都在较劲GIS 对不对 那你说GIS 它有没有利多 我告诉你 有 而且还很大哦 可是这档股票 今天涨还是跌 如果那么多人 都看多GIS 都在买GIS 如果你想知道 王娘是做多还是做空 那其实 你们本来就很清楚 对不对 王娘是带会员 放空GIS的人 今天的GIS涨还是跌 请大家看下去 跌到了190块 每个股票老师都在买 每个盘中的财经节目 连线的节目 都来推荐 对不对 结果股票呢 它涨了没有 它不但没有涨 它还跌 今天我要问各位哦 如果这些老师都带会员买 如果散户也用融资买 就算投信也下去买 那股票为什么会跌 是谁在卖股票 我前面放空过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一波呢 继续带会员放空GIS 那说真的 今天有一个消息 它确实也让王娘感受到呢 有一点压力 为什么 因为GIS出现了大利多 对不对 多大的利多呢 今天的经济日报 一公GIS 夺三星旗舰机的订单 拿到新订单 还有呢 供应苹果的新iPhone 触控下个月交货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哦 不管你拿到什么订单 其实有一个前提 它必须要成立 这些股票呢 在将来才会大涨 哪一个前提呢 就是这些手机 它会卖得吓吓叫 对不对 就是这些手机 它会卖得越来越多 可是我请问各位 有可能吗 你现在想要买手机吗 你现在想要换手机吗 你们再看下去 GIS夺三星的旗舰机订单 我相信今天很多的股票老师 凡是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带会员去买过GIS的人 都很高兴耶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买了半天 终于让它等到了一个利多 对不对 好开心啊 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个样子 没有想到竟然跌到190 没有想到竟然是做了一个又一个的头部 而且高点越来越低 你告诉我景气很好 你拿到订单又如何 我娘所放空的GIS还不是下来 对不对 而且各位要知道 这么多的股票老师 在盘中连线 其实呢 有些连线的电视台 他们根本就是呢 在这些连线的节目当中 去拉台 去出货 但是我娘不方便 讲的太详细 可是渐渐的你们会有感觉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讲那么激动 为什么呢 要拼命的鼓吹大家下去买 有没有人去想过这个原因 结果鼓吹了半天 股票呢 还不是跌 对不对 而这个盘 我告诉各位 赚大钱的机会来了 如果它都不涨 我也很困扰 今天不要说跌到8000啊 我跟你说 跌到10606点 我就赚不完了 对不对 而如果大盘再下来一次 它如果上不去哦 再往下 空间是不是更大 空间是不是就会更大 对不对 我呢 在昨天 跟大家说过 我这个礼拜 所放空过的股票 你说我放空的股票 不是每一支都跌 我承认 可是我跟各位讲 我看的是什么 不是一天两天的行情 对不对 就算你现在涨 你现在下去买的人 为的是什么 有人要天长地久吗 有人是要做长期投资的吗 我告诉各位 其实都只是为了去赚短线的价差 可是你们会发现 你拉了半天 如果后继无力 跌下来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呢 所有现在在买股票的人 将来呢 还是会互砍持股 对不对 彼此互相践踏 所以股票跌的速度 会非常非常的快 晚良带会员去放空过城起 城起昨天涨啊 今天的城起呢 就跌下来了 对不对 震一震之后 还会再涨吗 晚良带会员放空高际 高际呢 今天也没有涨啊 晚良带会员放空的翔索 今天昨天是开高走低 今天呢 他涨上来 晚良放空的三倍得 我告诉各位 这个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拉上去 他今天拉上去 但是就算他拉上去 我告诉你哦 你千万不要跌哦 一旦你跌破250 那个卖压就来了 对不对 再来还有康永 昨天没有动 今天呢 反弹 然后呢 大疆 在今天大疆呢 也没有涨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股票 他渐渐的是涨不动了 你们来看这个城起 今天股票拉回到48块2 现在股价在这里 你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要卖股票 我要选择我卖在哪里 如果我今天要买股票 我应该要选择 我要买在哪里 城起是这样 对不对 再来呢 高际也是这样 为什么要在这里去追 往来还带会人去放空 享受 各位看一看 这个位置点 我现在在问大家 我现在在问大家 你们是不是真的想要赚钱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真的只有买股票这个途径吗 可是如果只有买股票这个途径 好吧 就算只有这个方法 我问各位 你这些股票买在这里 你会赢吗 你再看下去 这个是翔硕 这个有效 这个是三倍得 三倍得 我告诉各位 这真的是大解套行情 因为前一波套了不少人 对不对 从300到369 300到369 套了不少人 可能当时因为套了不少人 所以才要做一个大解套坡 那三倍得他现在说什么 他说他要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对不对 我问各位 他要到中国大陆去发展什么 有没有人回答得出来 绝大多数的人回答不出来 对不对 我还是有去参加法术卫的 你知道吗 他要发展什么 发展幼儿的利用这一个网路 他要教这些小朋友做什么 做积木 做什么 做乐高 我问各位 那个需要花钱上课吗 你再看下去 三倍得要到中国大陆去做这个 会赚钱吗 而这些股票拉上来 我问你 像不像投机炒作 因为出货不顺 所以拉高再出一次 这个是三倍得 对不对 大疆 投信现在一直在买 一直在追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今年赚15块吗 就算今年让你赚20块好了 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 现在股票还很便宜吗 就是因为他们轻好拉 对不对 那你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股票市场 要拉股票很简单 只能够放进去 要出货很难 所以当货很难出的时候 要想尽办法 利用散户再买 利多让散户去追的时候 才能够把股票出掉 那如果有些人 他操作手法比较拙劣 到最后他货出不掉 我跟你说 就会暴跌 货真的很好出吗 货如果很好出 我跟你说 国据不会从1300 跌到500 对不对 华星科 不会从498 跌到200块 对不对 丸梁所放空的 其利心 不会从177 跌到100块以下 如果连 这些所谓的 有基本面的股票 货都很难出了 那高本益比的股票呢 那投机的股票呢 所以我告诉你 我认为 康永 这很难出 我认为 大江 这很难出 我认为 三倍得 这也很难出 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再次提醒大家 接下来呢 王良会新增 两个节目时段 接下来呢 王良准备了两张股票 下个礼拜 要带会员去放空 如果你也想要知道 你也想要得到 我欢迎你们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把电话拨通 就能够得到 王良下个礼拜 想要放空的股票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五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